講了一隻港交索 Chart Room Mac123想問 他說港交索今年有沒有機會上去420元樓上 他就440元買入 想問問要不定指示位在哪裡 哦,440元買? 嘩 是啊 440元買就真的有點難搞 希望你不是開得太重 因為如果你不是開得太重 我覺得其實這一轉 就應該 就彈的了,坦白說 但是就彈 但是彈的意思是說 這一轉就應該可能彈到400元樓下而已 說到300元樓下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短線坡幅可以大 其實你港交索這樣繼續殺倉 殺到下去可能360元樓下是可能的 所以變成駐馬不大我就建議你忍 但是如果你駐馬是有點重的 因為我都知道港交索這隻有很多都分身家買的 那如果這種情況就 假如你買得大的 通常現在給一些 粉絲其中一個說法就是你覺得不舒服就減到你覺得舒服為止 很多時候都可能要減半倉 那你減半倉 然後等剩下的那些反彈 好彩的 就反彈上可能3009附近就走過去 那就OK的 但是暫時計就不是特別樂觀的 因為我想現在這個位置這樣飛下去都不單單是說什麼反彈 可能平時的那些因素 都應該還有還有其他一些後著的 就是還有其他一些野根味會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見到過完農曆新年回來之後 筆稅的那些那些,那些 都不太好 那就再加上A股自己本身 都走勢也不太 那我想這兩個因素會 會分為壓著38,個走勢 會比較大一些 因為如果你不算這件事 其實照理 flaps 就就想不明白為什麼 港交索會這麼弱的 因為它除了香港這邊的交易所之外 它其實還有LME的 就是說的是倫敦金屬交易所 本來那裡應該是發得豬頭的 但是完全你看到股價是反映不了的 那這些位置我就比較信市場 我覺得後面還可能會有些東西跟進 所以我就不是太建議 就算是很極端超賣博反彈那些短線操作 你說對於長線操作 我就覺得趁它反彈逃生減持 還有止蝕會好跌的 明白 可能已經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大家看著拿著廣交鎖怎麼都穩定 沒事這樣的情況